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亦是多套电视剧的女主角 事业以外最为人所知的 是她和郑姨健的恋情 拍拖七年 至今年一月在东京结婚 成为郑太太 蒙家慧对家人极为重视 至少就是由外婆一手大大 感情深厚 你爸爸很早就来就婚 你就跟着你外婆 我知道你很疼你外婆 是, 过了…走了很多年吧 我婆婆是零七年 零七年走, 是 我婆婆零七年走 那时候你好像说她有癌症 你每个月浪费十万元 让她买中药 没有那么夸张 总之是我接近人工的大部分 因为我都要照顾他们 还要看中医 因为你问我 我自己不太有西医的 医治癌症的方法 还有我觉得真的像 用机关枪 扫下整个人的手机 就是把好的细胞都杀死了 都会杀死了 所以令人很弱 而且我很担心 如果我给她治療得好 但是她长时间要在她的医院 这个世界完全看不到 还有什么意义 我宁愿利用中药去调理 但她继续可以去旅行 去跟朋友去玩 我会觉得这样的人生走回 回头看回头会更开心 也很慶幸当时 我选择了用中药的方式 而令她… 她曾经有一段时间不见了四、五、六天 我真的很害怕 为什么婆婆又失了中药 她经常去旅行 她去旅行不跟你说的? 她只是跟我说 我跟着太太去旅行 我以前就放心 因为通常旅行很接近 可能是广州几天之后 为什么那次很多天才回来 我就很紧张地问她 你去了哪儿了? 她说这次不知道,很辛苦 整个旅程只是走 走到我死了 她给我看一张收据 丝绸之佬 在公园 她自己去了坤王,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跟着太太太去玩 但是我想起来 其实这个人生会更开心 我也因为这样 我更加会觉得当时自己多辛苦 也觉得值得 至少让她可以过一段时间的生活 就是有空去旅行 而不是准时何时要去医院 因为她会打标靶药 但你问我,你说病痛的东西 我们控制不了 我只能让她在人生中 只剩下一些时间,开心就算了 你是不是很伤心 那时候,你外婆走的时候 其实你问我,其实也是 你就是人生中最大的打击是吗 但我记得当时我婆婆 刚刚去医院才走的时候 因为经常有些虚报 譬如医院又打来 你很快点来 差不多了 我又去了,试了很多次之后 有点没什么感觉 今天又来 你知道,因为我滚水液在屯门 我每次就在香港駕駛进去 每次都三、四点 医院再陪几次 我也不好意思,每次陪我进去 是的 我就自己进去 最后那次真的离开了 然后心想,已经离开了 人家说家人有人过世 就不可以去人家的家 我就不敢回自己的家 医院就在五点多打来 你去了哪里 是什么时候的五点早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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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因为我那时两点多 我跟她说 我要去找婆婆,我不找你了 总之她晚上找不到 可能在医院打不到电话 接着到五点多就打来 问我婆婆怎样 我其实走了 她说,那你去了哪儿 我回家 她说,为什么要回家 她说,为什么要回家 她说,那你可以过来 至少不用一个人 我说,人家说不应该去人家 但不能有喪事 不可以去人家的家 有些比较忌 当时就觉得 这些应该一个人搞定 不就回自己的家 接着她就说 不如你过来吧 一个人过不了 他说你不要自己一个人 有两个人会比较好 你觉得那个时刻 你会觉得她很支持你 不是,她令我觉得… 很温暖 她就是我家 其实她就是你身边的人 是的 你们就是一家人 所以那时就开始觉得 这个应该是那个人的 只是那时吗? 只是那个感觉吗? 那个感觉 非常强烈 不可以用一个感觉 去断定你人生 非常强烈 是 你不可以相信那一刻 但我觉得 已经有一个人会照顾我 会保铁的 因为我会想想 连妈妈、婆婆去世 我都可以一个人打算搞定 自己回家 对,我是那种… 就是你独立惯 是的 所以当时觉得 原来我还是需要人在我旁边 从那次开始 我就有这个感觉 觉得这个人会很相信我 就是依赖他 是 信赖他 是的 所以我开始会有 如果这个人陪我到老 这个人也挺好 是的,我也会很小心 蒙家慧和郑姨健拍拖七年 坊间有传 蒙家慧多次向郑姨健吹婚 究竟这位和郑姨健 一起生活了多年的蒙家慧 对婚姻名利看得有多重 其实我觉得不能逼 逼完又怎样呢 你可以逼你求婚 什么时候去注册呢 什么时候再搞呢 其实所有事情 如果每一下都要逼 全部都是逼的 那你问我 我觉得那件事不好 不得自然 我相信他是不会被逼的人 其实他有自己的时间表 其实我又相信 虽然我们没有真的谈过 他有时候内部也说 你越说我就不做了 那些人越说我就不会做 总之我觉得自己的时间 我会做 我不会理你说什么 就是不会看别人说 是 但是同步 我会想就是 根本在人生的安排里面 我们之前真的很难结婚 因为一认她 我婆婆又有身体不好 又走了 妈妈又有 再隔了半年 直到妈妈身体不好 我们又把心机放在焦点 去照顾她 所以之后的根本 到现在才可以 有时间去想想我们的事情 同居 然后到现在结婚 做了由鄭太太 那你的心态 自己有什么改变 我想问一下 那个名分 那张子 是否以你一个女人的角度 是否这么重要 其实到现在 人们都叫我阿佑 我会惯点 惯点 我也很惯在别人面前 说我先生 我依然会是阿姨健 但你问我的分别 就是有一次有个朋友聊天 就说其实结婚是需要的 你想想 有时候有些同性的 他们一起了很多年的婚姻 突然间其中有一个 出了事要去医院 谁知道去医院的时候 就要找家人来签 可能做一些很重要的手术 他说找家人去做手术的时候 这个相处了很久的朋友 是没权的 他说是没权去签这张子 但其实这个人 是他身边的另一半 已经是人生的很重要的 但因为那个 没有那个命分 没有婚姻 没有婚姻 但其实这件事 放在异性一样 如果你两个是相处了很久 但是你没有结婚的时候 到了那个时刻 他需要的都是家人 就不是你的另一半 我们当时真的想想 原来要结婚 决定这件事也是对的 原来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经常 因为我妈妈和婆婆 要出入医院 我没有想过… 因为你要负责签 所以… 是, 家人 我经常负责做这件事 是, 我没有觉得有需要 但是想着 我到时有事 在医院, 谁帮我签呢 我习惯了帮人签 没有想过谁要帮我签 所以那时候真的想 其实结婚也没什么问题 其实对我来说 结婚就是签了一张子 原来召唤律师 我记得签约那天… 不是签约 签纸, 是不是签纸 签纸 签纸, 在家里签纸 是 五分钟而已 是否年初十 今年年初十 就是说完两句话 直接签纸 签完一张子就走了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不用五分钟 原来这件事要做是很简单的 那次去日本又是哪… 去日本呢? 好像又不是很通知朋友 好像大家吃一餐饭 其实又不是完全不通知 也有一些朋友知道 因为那些朋友真的要请假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 我通知了他 因为他一定要知道什么事 才会去日本 去整个 接着回来他就说 原来那些朋友 全部都猜到是因为郑姨健結婚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连自己 盗蜜月 我都决定不了何时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早 设定机票去日本 一定是很大的事 比你自己两个结婚盗蜜月 他说是呀 就是因为郑姨健結婚 所以我才肯这么早设定机票 但是其他人很多 就只要他去旅行 因为其实我们来不来 也有很多朋友去玩的聚会 对他们来说很平常 下一节 蒙家慧会披露 郑姨健如何向他秘密求婚 他如何向你求婚 还是不用的 这个我们知道的 可以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来听一下 分享一下 有求婚 有求婚 对 郑姨健被人形容为大小孩 但是在蒙家慧眼中 他到底有多好 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了一句 不要紧 你喜欢做的事 你去做,你去打 总之记住 我永远都支持你